欢迎时间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雕塑母与子 这一集我们来看另一个雕塑 提水的女孩 Bordeaux-Dot 她的创作者仍然是雕塑家 Yoseph-Bernard Yoseph-Bernard 这个作品创作于1905到1912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 我们看到作品呢 她明显受到中世纪 法国哥特式教堂雕刻的影响 有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学运雕刻传统 她的头发盘起 表现了工作中的状态 人体的形素呢 也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形式 使人物形成绝对单纯化的影响 其次在信条的单纯化之外 人体也没有多余的装饰 人物的姿态也采取了最简约的方式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 使人物形成统 使人物形成统 导致用于1910年 余的 优优弘